那么这个所谓的 罢处北家独尊儒术 是从董宗书开始的 可是董宗书在思想史上 人们一般把它叫做心儒家 什么叫做心儒家呢 这个区别主要就是 你要和秦制兼容 你不能反对秦制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董宗书就完全放弃了 儒家的这些东西 他实际上也还是想 对皇权有所制约的 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那革命你不能讲了怎么办呢 那么董宗书就想起一招 他大量引进了所谓的秦伟之学 就是这个图秦伟书 什么叫图秦呢 图秦就是从战国时期的 阴阳家那里兴起的一种学问 那么阴阳家就特别强调 所谓的天人感应 但是董宗书讲的天人感应 其实是讲的什么呢 其实是讲的 人间的这个善恶 自乱 上天是会有感觉的 上天有感觉 就会通过一些 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 而这些象征有的是那个图形 是吧 就是图秦 是吧 有的是那个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 是吧 就所谓的尾书 这些东西啊 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一般的人是看不懂的 谁能看得懂呢 我们如生可以看得懂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可以用来解释 这个种种的这些事情 是吧 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这些事都是坏事 是吧 那么我们就告诉皇帝说不得了了 上天不高兴了 是吧 比如某个地方掉下来块石头 讲一下啥啥啥 是吧 这个皇上你要注意 是吧 你不注意这个是上天要发怒了 是吧 某些事情如果你做的好的也是一样 是吧 那么上天会有某种征兆 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灵芝 是吧 他就用这一套神秘主义的这一套东西 是吧 试图对君主能够有所制约 可是这个制约有没有效呢 实际证明是没有什么效的 是吧 秤伟之学在两汉曾经盛行一时 但是到了东汉 统治者就已经对秤伟很不满意 因为这个装神弄鬼这一套啊 你是可以是吧 为统治者提供一些依据是吧 什么东西该做 什么东西不该做 但是这些东西容易变成那个 那个老百姓造反的一些工具 像黄金起义 是吧 那个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睡在甲子 天下大吉 那就是典型的秤伟语言 是吧 而且甚至连黄金大起义的联络符号 都是从这个从这里头传透露出来的 睡在甲子天下大吉 是吧 有人做过研究 说这几句话除了山洞变天以外 里头隐藏着一个符号 就是中平元年的某月某日 然后那一天果然是黄金到图是三十六方同日而起 是吧 表现出非常高度的那个一致性 可是黄金起义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那就是全国的黄金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 现在的历史证明 三十六方同日而起 不是形容词 真的就是在同一天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使得这个统治者感到是一个问题 是吧 我想大家不用看很多书 大家如果读三国演义就会知道 那个里头提到那个 那个孙策和淤吉的 那个那个那个故事 是吧 孙策杀鱼吉 其实就是镇压秤伟 是吧 那么到了后来 近代北朝 一直到随处 多次发生 那个统治者 严禁秤伟 那个焚烧 图秤伟书 是吧 那个那个 杀那个秤伟之士 是吧 这样的事 有人甚至认为 这个北魏和随处的那两次 规模之大 超过焚书坑儒 是吧 以至于图秤伟书 到了现在基本上就被灭绝了 是吧 今天我们 已经见不到这个东西 是吧 那个晚禁的一些学者 要研究图秤伟书 是吧 他们基本上是找不到材料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皇上 你用这套东西来吓唬他 其实是吓不住的 所以在这个以后啊 这个儒家要变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资助啊 也是需要进行改造的 是吧 比方说 那个儒家的理这个概念 在汉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儒家是讲小共同体本位的 他这个理啊 是一方面强调长幼尊卑 是吧 另一方面他强调温情默默 而且大家知道 传统儒家有一个说法 叫做理乐理乐 是理求义 乐求同 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乐 就是我们在祭祀的时候 大家都唱一样的歌 是吧 强调的是我们的认同 那么理呢 理是区别贵贱的 是吧 是区别上下的 所以理一定要强调不同 可是这个上下尊碑 第一它是在小共同体内的上下尊碑 笼罩在一层温情默默的面纱之下 是吧 因此这个上下尊碑给人的感觉 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保护 是吧 所以啊 在传统的那个儒家的那个话语系统中啊 理被认为是理欲 理代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对你的一种礼貌 是吧 那么如果那个皇上对你好 是吧 这就叫做理欲 这就叫做理贤下士 是吧 这就叫做代之以理 当时很少有人用理这个东西来描述一种威慑 是吧 来描述一种那种让人恐惧的一种东西 是吧 但是从战国年间开始 这个理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是吧 首先就是这个军队内部的一些那个非常严厉的军法被叫做理 是吧 大家知道战国年间有一部很有名的兵书叫做司马法 是吧 那么这个司马法在战国年间呢就被叫做理 是吧 汉书一文字里头也把它列为理类叫做军理司马法 那么这个理本来是一种温情默默之理 但是到了军理司马法里头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法 是吧 这个理本来是一种知欲之理 但是到了军理中就变成了一种恐吓之法 但是这个东西能叫理吗 是吧 把你吓得发抖就是对你的理欲吗 是吧 就是理贤下士吗 是吧 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是吧 其实啊 我们要理解理的这个含义 我们就会知道 那个李济讲的那个 是吧 就是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素人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 是吧 就是这个理啊 他是小共同体内的 所以这个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是吧 他不能跨城的 是吧 那么这句话是对诸侯讲的 对诸侯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诸侯 你对亲大夫 是吧 你要理欲 是吧 怎么理欲呢 就是即使他有过错 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 是吧 你要尊敬他 尊敬的结果就是 你不要对他动刑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行不上大夫 实际上是理欲的意思 但是素人 跟你隔着好几层 是吧 素人如果说应当得到理欲 那也是素人自己的主人的行为 是吧 每一个人都有主人的 是吧 素人也有 那最直接的主人 最简单的主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是吧 就是那个家长 是吧 那么会有别人对你理欲 但是我就用不着给你理欲 礼记的原文前面讲的就是 祖孙的关系不同于父子的关系 是吧 然后他又讲天子和诸侯之间有一种这个礼的关系 是吧 诸侯和秦大夫也有礼的关系 秦大夫和氏也有礼的关系 是吧 但是这个里头是不能阅集的 是吧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礼 他本来是一种小共同体内部温情默默的上下之别 可是到了战国年间 他已经变成陌生人社会中 是吧 一种带有军事色彩的挺吓人的一种事了 是吧 那么到了那个那个书生通那里 那当然更是这样 尤其是到了西汉晚年 出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事 是吧 大家知道西汉晚年 那个据说是和尖王刘德 从民间访到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周关 是吧 这个周关后来就 到了汉末 西汉末就受到两个人的重视 是吧 刘相刘心 这两个人是 西汉末年到王莽年间 被认为是那个意识形态的专家 这两个人很重视 他们就认为这个周关 应该叫做周理 是吧 而且把这个周理列入官学 甚至列入到了 原来人们认为的理的前面 是吧 就是所谓的三理 大家知道后来讲的三理 就是理纪 以理和周理 是吧 这三理中周理又是放在第一位的 是吧 大家知道周理本来就不叫周理 叫周关 这一本书 其实讲的和那个小共同体内的温情默默的上下秩序 毫无关系 它是以周的名义 说这个朝廷设有六个部门 叫做天地春夏秋冬 是吧 天官地官春官秋官 夏官东官 这个六官就相当于后世朝廷的六部 是吧 立护礼兵行宫 那个天官就相当于立部 帝官就相当于护部 帝官司徒 有俗官七十八 春官中白 就是后面的礼部 是吧 有俗官七十 下官司马 就是后来的兵部 是吧 等等等等 那么按照整个周官这本书 总共中央六部 有三百六十多个市局级单位 每一个职官都有不少熟员 合计有数万人之多 是吧 整个这本书就是讲 什么官 什么衙门 干什么事 那么像这样的一本书 和儒家讲的理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西周时代 能够有这样庞大的中央机构吗 所以很多人呢 都认为周理这本书 来源是可疑的 是吧 而且你会发现 关于周理的争论 实际上是我们 那个汉以后思想史争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凡是主张中央集权的 凡是主张偏向法家的那一套的 比如王安石 是吧 都是高度评价周理的 是吧 认为周理不仅是儒家的正宗 而且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典籍 是吧 那个王安石变法 他搞那个理论基础 就是周观心意 是吧 那么凡是反对这一套的 凡是对法家那套有反感的 是吧 从二成 一直到晚清的 康有为 都认为周理是尾书 是吧 甚至有人说 周理干脆就是流向流心父子 造出来的书 是吧 说他们为了王莽篡权 是吧 编了这么一本书 作为王莽篡权的 那个理论根据 是吧 其实照我看 说这本书是流向流心父子 全部凭空虚构的 可能是有问题的 是吧 因为古代的书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假定 就算是你后面编的 你基本上也用了前人的素材 是吧 这个凭空捏造是不太可能的 是吧 周理这本书的很多材料 经人已经指出 在那个汉以前 在春秋战国时代 是吧 是有人提过的 是吧 那么我们不能说 它是一个凭空虚构的东西 可是我是相信 整个周官描述的 这样一个中央政权体系 那肯定是 造出来的 是吧 西周时代 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们要知道 中央机构分成六部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吧 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 秦始皇时代 是没有六部的 秦始皇时代 只有左右朝朱历 汉武帝是上书台 本来是分成四朝 也就是后来的四部 到了汉成帝时代 变成五朝 我们知道到了东汉光武帝 就变成了六朝上书 所谓六朝上书就是后世的六部上书 是吧 可是东汉的光武帝 是不是最早搞六朝的呢 其实也未见得 我有一种猜想 而且我觉得这个设想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王莽时代 大概就已经有了六朝 是吧 而王莽这个六朝 就是彼赴周礼的六关的 是吧 那么这个刘相刘心 他搞了周礼这么一本书 列了个六关 然后王莽就搞了这个六部 或者说是六朝 到了东汉 继承了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所谓的周礼的礼 和儒家原来讲的那个礼 已经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他强调的是中央集权 是吧 这个东西已经完全是秦制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周制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先进来 又应该去平台的东西 并不应该是三輕 并不应该是三十一 不能说 就是这种东西 对不对 是 好